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课 学术类词根 好 那么说到学术类词根 首先呢 今天我们要讲四个表示学课的词根 这四个表示学课的词根分别是 SCI、LOG、NOMY和ICS 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ICI这样一个词根 好 那么这个词根的话呢 我们说它本身来自science这样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本身表示叫做科学的意思 它在古希腊词根中 也就是说SCI这个词根本身表示叫know 叫知道的意思 所以的话呢 我们加上ENCE这样一个名词后缀以后 它就变成了科学本身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SCI这个词根呢 它本身表示的意思叫to know 因为它是个动词词根 表示我要去知道 而science这个单词本身表示什么意思啊 叫knowledge 叫知识本身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名词化的这样一个词根 也叫做知识 那么当它表示ICI 表示to know 表示去知道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说就会有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conscious 它表示意思叫做我要去知道 所以它表示意思叫做有意识的 conscious 或者是叫有目的的 也就换句话说 它的英文同一词可以叫deliberate 或者叫intentional science这单词本身表示叫做科学 进一步引申就表示知识 所以这个词根表示知识的这样一个词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conscientious C1 叫together science它表示叫知识 所以它表示大家都知道的知识 conscientious 所以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意思叫有良心的 有道德的 或者叫做勤奋的 那么conscious当它表示意思叫做有意识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几个隐身的词会 第一个单词叫subconscious 那么conscious叫意识 sub这个前缀呢表示在什么下面的意思 所以subconscious当然就表示意思叫做潜意识的 而nation这个单词本身表示叫无知的 是因为si叫知道 这个ne的话呢是经过原因互换来自no 所以这个单词叫nation叫做不知道的 当然叫无知的 下面一个叫omnishan叫博实的 什么叫博实的呢 叫全都知道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si它表示意思叫做知道的意思 那个omni这样一个前缀 它所表示意思叫overall 叫全部的 叫所有的 所以全都知道的 那当然就可以表示叫做博实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单词 叫conscious 刚才我们说它有两点意思 第一个意思叫sense of moral goodness 它表示的意思叫什么东西 叫有良心的 有道德的 或者是meticulous和careful 叫仔细的 所以进一步隐身 表示叫勤奋 那么由conscientious 所隐身的单词的话呢 我们说有这样几个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单词变成名词 conscience 那么就可以表示意思 叫做良心 是吧 好 pre-science si叫知道 在前面就知道的东西 当然就可以表示叫做 预知 因为prepro 都表示在前面的意思 pseudo-science 这单词表示叫做伪科学 是因为science表示科学 这个psudo表什么意思呢 叫伪的 叫假的 叫错误的 这是一个拉丁词根 叫pseudo 比如他们同学 这两个单词叫pseudo name psudo-nym 它本身来自 nym来自name nam变过来 所以pseudo-science 是吧 上一个单词 pseudo-nym 叫假的名字 当然就要表示匿名 或假名字 对吧 那么pseudo-science 假的科学 当然就可以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东西 叫伪科学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两个词中 其中有一个单词叫conscious 一个单词叫conscientious 这两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两个词呢 一个单词叫做 什么呀 有目的的 一个单词叫有良心的 有道德的 那么很多同学 是吧 在用这个词的时候 经常会混 其实我们给他放在同样一个句子中 你会发现他区别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句子 he is conscious to help her 是什么意思 他是有什么呀 目的的去帮助他 就是我们左边这样一张照片 就是咱们同学 你在春游或秋游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同学 在有目的的帮助 另外一个女同学 这个就是我们说conscious 这样一个意思 好 第二个我们管他叫 he is conscious anxious to help her 他是有良心的 或者有道德的去帮助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男他 在去帮助女他的时候 怎么样 是怀着良心和道德 而不像第一个 是有目的的去帮助他 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表示学科的词根 叫IOG 说到这样一个词根的话 其实他来自这个希腊单词 叫logos 这个logos表什么意思呢 叫word 叫speech 他表示意思叫说出来的话 或者是叫写出来的文字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表示log 表示说出来的话的时候 那么会有这样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eulogy log叫说话 那个eu表什么意思呢 非常好 他的发音很像优秀的u 所以eulogy叫说好话 当然叫赞词 第二个单词叫monologue log 仍然就叫说话 那个mon是什么意思啊 叫单一的 所以一个人说话 当然就可以表示叫做独白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词叫neologism 同样log叫说话 那个neo是什么意思啊 叫新的 所以这个单词叫新产生的文字 或语言叫新语 那neo按照我们上次的患字法规则 其实他应该描述成new 新的意思 如果不太能理解 同学大家可以看到 neo怎么读啊 读成new 是不是和new的发音是一样的啊 所以neologism 当然叫新发明的文字 叫新语 接下来我们说 当他说的话特别多的时候 进一步当然就会有reason 有idea 那么进一步引申 就会产生logic 表示学科的意思 当他表示学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单词 对大家也可以看到 第一个单词叫anthropology 好 这个单词anthropology中 anthrop表示表示人的意思 log叫学科 关于人的学科 当然可以表示意思叫做人类学 好 第二个单词呢 我们管它叫做sociology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不读social啊 因为那个单词叫social 比如说social event 那么大家这个单词 要按照society这样一个读音 也就是说 他应该读唱sociology 叫社会学 前面soc 他叫大家一起get together的意思 好 下面一个单词叫geneology 他所表的意思叫基因学 同样log叫学科 gen叫基因 所以关于基因的学科 当然叫基因学 好 下面单词叫theology log叫学科 这个the 它所表示意思 叫神的意思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单字母t的象形意 它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十字架 所以后面挂着一个he 看到了吗 所以the这个东西 它本身表示神的意思 那比如说 咱们同学都知道 定观词 在语法上的用法 除了可以表示定观词 还有表示对神的尊敬 所以你说太阳的时候 你会说the son 从来没有a son 那是语法错误 对吧 所以theology 这个表示的学科 就表示的意思 叫做神学 好 下面单词叫psychology psych本身来自psych 叫心智 叫精神 关于他的学科 当然叫做心理学 chronology 那么这个单词呢 chron 它本身来自一个人的名字 叫克罗诺斯 这个克罗诺斯的话呢 实际上是最著名的 叫时间之神 cron 那么在c和r之间 加上h这个词根 那么就可以表示chron 表示时间 所以关于时间的学科 当然叫做什么呀 年代学 当然很多同学 可能不太清楚 没关系 在后期我们的课程中 在历史学词根中 描述时间地点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说到 好 下面一个单词 叫physiology physi 表示身体的 log叫学科 所以关于身体的学科 physiology 它所表示叫做什么呀 非常好 它所表示叫生理学 histology 这个单词 所表示的意思 叫做什么呀 叫组织学 它不是叫历史学 历史学叫history 那么这个组织 表示的意思就是 生物组织 好 下面单词叫neurology 叫神经学 前面是neuro 后面一个单词 叫embryology embryo 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东西呢 叫胚胎 所以embryology 它所表示的意思 叫做胚胎学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表示学科的词根 叫nomy 那么这个词根呢 它之所以能够表示 学科 这是为什么呢 好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看这样一个单词 叫economy 这个单词呢 本身表示叫经济的意思 它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 eco 它本身的话呢 表示health 叫dwelling 叫habitation 叫住宿的地方 那么这个eco 它其实在词源学上 蓝色这个单词 叫village 叫villa 叫乡村 叫别墅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本身就可以变成 这样一个单词 weik 那么这个weik 是如何变成eco的呢 请大家睁大眼镜 我就过一遍 一会儿就不回来了 首先在weik 这个单词中 我们可以把w省掉 因为它本身 是不发音的 那么i字母去掉 因为两个原因 去掉一个原因 那么e和k也可以 但是后来我们在进行 辅音发音的时候 又把尾音o给加回来 所以这个单词都eco 是吧 或eco 这都可以 那么eko和eco的变化 就属于我们上次讲的 第二类辅音换字法 c和k 同样说老师 那这个变化比较复杂 没关系 你不用掌握 我们就是讲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 eco它之所以能够表示 房子是因为什么东西 它原来来自村庄和别墅 这样一个词 那么当它表示房子的时候 因此eco eko ego 按照第二类辅音换字法规则 它都可以表示自己的私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单词 叫egocentric sentric叫中心 一个叫自己 所以它叫以自我为中心的 egoist叫做自己的 所以描述自己的这样一个人 它叫做自私自利者 好 那么当它表示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样几个单词 比如第一个单词 ecosystem 当然就表示叫生态系统 ecology eco 表示叫生态 所以它叫生态学 好 这是我们关于eco 要给大家描述的 那么前面是个房子 nomy 它本身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本身来自这个单词 叫做numismatics 好 你都会不知道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好 我告诉你 它描述的东西 coin和currency coin和currency 本身表示的意思叫什么东西 叫货币 叫现金 所以这个单词 numismatics 叫钱币学 大家可以看到 matics这个单词中的后面六个字母 对吧 它本身表示学科的一个单词 比如说大家知道数学 这个单词叫mathematics 所以你把matics去掉以后 前面那个才是真实的意思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numi 它本身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货币 所以进一步 它就可以表示 sanctioned by constant usage and law 所以进一步衍生 有管理的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进一步衍生 就可以表示一个学科的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 economy这个单词叫经济 是因为前面是表示房子 后面表示学科 实际上表示房屋管理 最开始这个词 那么刚才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 nomi这个词根 为什么可以表示学科 当然隐身以后 我们有很多表示学科的单词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们希望大家要记住 虽然我们说这个过程中有很多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分享是一个学科的知识 但这里面有几个单词 比如说egocentric egoist ecosystem ecology 等等这样一些单词 还是要求大家背一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nomy这个词根 它既然能够表示学科 知识管理 那么它在物质层面 那么它所表示的意思 就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具体的表示规则 叫学科 而在精神层面表示抽象的管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单词叫agronomy nomy叫学科 这个agr它本身表示什么意思 非常好 它叫农业的意思 咱们同学听说过一个单词 叫agriculture吧 所以这个单词表示农业的一个学科 当然叫农学 astronomy这个单词叫天文学 因为nomy表示学科 这个astr它本身表示什么意思 非常好 它叫星星的意思 那么这个单词表示星星的时候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过 第三类患字法中的位置患字法 你会发现它来自starstar 所以a拿到前面 astr就表示星星 所以这个单词 astronomy 关于星星的学科 当然叫天文学 这是在物质层面 在精神层面 它表示叫做抽象的这样一个法律 或者是这个管理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当它表示法律和管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单词叫autonomy 这auto叫自己的 nomy叫管理 所以autonomy叫自己管理自己 当然叫自制的意思 好 把这个单词变成形容词autonomous 当然就可以表示的意思 叫自制的 好 说到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补充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当大家打开词汇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单词 踢了爬了 第一个词 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因此我会告诉你是吧 那么同学要多背几个意思 很多朋友说老师 那你看我背第一个意思 还是背第二个意思 我说背第一个 你告诉我为什么第三个不背 我说背第三个 你问我第二个为什么不背 其实我们说 任何一个词在描述出来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描述两个层面 也就是说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 也就换句话说 人们在造词的时候 最开始描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变成了更高端的一个东西 那么最基本的东西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喝的水啊 对吧 木头啊 那么接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在精神层面 它就有了生命之源呀 或者是火呀 燃烧啊 等等这样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说到火以后 你不一定只看了一个具体的火 而是一个什么呀 燃烧的这样一个场景 所以我们说 咱们同学背单词的时候 你可以把所有的意思 给它分成两类 一类叫物质层面 一类叫精神层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物质层面 abstrike这个单词 在物质层面 你看它表示什么意思 叫摘要 什么叫摘要呢 咱们同学在写文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开头段 有一个东西就叫摘要 而在精神层面 它所表示什么意思 叫抽象的意思 好 absent这个单词 在物质层面表示你今天没来 所以叫做缺席的 而在精神层面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你人在这里 但是你心不在这里 我们管它叫心不在焉的 叫absent mandatedness 好 surprise这个单词 物质层面表示什么意思 叫突然袭击 在精神层面大家都很熟悉 它表示吃惊 叫shocked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词叫dismiss dismiss这个单词 miss叫散开 ds叫away apart 所以物质层面叫解散 在精神层面表示意思 叫不屑一顾 construction这个单词 我们上次说过 它在物质层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叫结构构造建造 而且我们还说在游戏中 你还经常会听到 construction completed这样一个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物质层面它所表示意思 叫做什么呀 构造 那精神层面就可以表示 我主观去构造一个东西 所以它叫做主观上的一个解释 叫subjective explanation susceptible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 叫容易感染的物质层面 比如说某些人容易得病 是吧 比如说hen1或sars这个东西 是容易感染的 叫susceptible 在精神层面表示 你的精神容易受到别人的 感染 所以它叫易受影响的 叫susceptible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表示学科的词根 叫ICS 那么这个词根之所以能够表示 学科是因为它本身来自logic logic这个单词本身表示意思 叫什么东西啊 叫逻辑的意思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词根 当然就可以表示的意思 就是学科 是吧 它既然表示逻辑 所以进一步隐身 把ICS 那么进一步隐身 就可以表示学科的意思 那么当它表示学科的时候 我们看有这样几个单词 比如说像physics 是吧 物理学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dynamics 是吧 叫动力学 eugenics 优生学linguistic 你看这个单词 linguistic 是吧 我们只是把这个language 所以是a和i进行原因互换 不就产生了这个单词吗 包括aeronautics 是吧 航空学 是吧 那你看aer换成air naut叫航行 不就行了吗 所以aeronautic optic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单词 今天留个作业 请大家把这样一屏上的所有单词 回去好好看看 分别是什么学科 好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IC这个词根 作为学科的时候 那么请大家注意 来自logic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讲过的 关于四个表示 学科词根的 分别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